最新的消息两天前呢 这屏东才发生了变电箱 跳电了以后啊 绝缘油呢 这个飘出来 是洒出来 把这个八岁的小女孩的脸 都已经烧了二度灼伤 现在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件 这是在彰化县的一个变电箱呢 上午的时候开始外露这个绝缘油 而且不时的引发一些小火苗 消防队第一次到的时候 火石是已经熄灭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一离开 这变电箱一次因为过热 突然就烧成了一个大火球 然后掉到大马路上面 一阵爆炸声响 整团的火球突然从变电箱上掉了下来 抬头一看 电线周遭全都是火花 吓得民众尖叫声连连 那火球要不要跳过来 这种没哦 早起来干嘛呢 没 早起来没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真的很惊险 再看一次 变电箱当街爆炸成了一大颗的火球 只见电线还不断露出绝缘油 好像随时会在爆炸一样 民众对不起消防队来 直接从家里头拿了灭火器 就往电线杆上的火花出喷嗓 这金钱场面吓坏了所有目击的民众 台电人员赶紧到现场善后 怀疑可能是附近有新开的店家 疑似电力负载过大了 才会导致绝缘油变热 起火燃烧 一般都是用电线权的 因为本来这一间而已 现在这间都做的 两间用的电报 电量过大 好端端的变电箱用了这么久 也没有事情 突然间就这样起火燃烧 还烧成一团火球 还好当时底下没有人 只是全台的变电箱好像一起约好了 都在最近起火燃烧 看来台电可要好好的找出问题真结 主要新闻成本会彰化采访报道